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晨,Steven,早晨 早晨,阿花,早晨,各位 今晚見到美股方面 本來好地地 你都講得很好,就是本來好地地 本來就升四百多點 好像港股一樣都是解大歡喜 貿易戰方面 大家已經沒有想到 中國有打算有反擊措施 專注繼續升 誰知臨近美股中午打後 突然又傳出FBI 教特朗普方面 就說要突擊搜查特朗普私人律師的辦公室 不知道特朗普有甚麼罪證 又是通俄 不過現在又說美國制裁俄羅斯 不知道會否覺得 現在在查通俄 還是要撇清關係 不要再黏在一起 話說,見到昨天 俄羅斯股市 不知道是否因此 其實都有多少動不動 我們見到俄女已經是 是啊,見到俄女已經是 雖然很多人都不知道死 問買不買 但其實那個恐怖的情況 昨天是跌成五成 收視,這樣是認真誇張的 俄羅斯相關的就不要搞它了 一定的 那邊真的要留意清楚 形勢先 因為 道指最多是升四百四十點 但最後只不過升四十六點 即是九成的升幅都不見了 收報二萬三千九百七十九點 標指就升八點 納指就升多點 升三十五點六千九百五十點 沒錯 那如果你們不知道 甚麼叫做恐怖 那我開圖給大家看 那現在畫面上面 這個RTSI 其實就是俄羅斯的股市指數來的 隔天的時候就跌近一成 那就是由當時的千二點左右 跌了下去千一點 那也都見到 即是由在過去2017年一路攀上來 曾經跌過升過現在一下子 就已經使去起碼四個月的升幅 那也都連早前 九至十二月 上年第四季的時候 橫行的一些區間 一下子也都拆破 那所以呢 似乎美國對俄羅斯的制裁 其實引來很多的一些反響 包括在俄羅斯股市裏面 就非常之的一個利淡情況 正如剛才你所說 道指也都不是說很好 曾經一度升近四百點過外 結果都是要收音 大家看看 這支小音竹雖然竹身細細 但是牆上影再加收失了那個開始 換言之 股壓整整是由頭到尾這裡 所以呢 高低位 二四三七三 二三九五四 足足近有四百點左右 一個股壓 你剛才所說俄羅斯制裁俄女 租養這些 其實都可以留意油價 因為俄羅斯方面 產油都比較多 沒錯 制裁的話 那些油又出不來 看到油價方面 我都要給大家看一看 待會看三桶油 現在先看一看隔夜 紐約其油的情況 都是彈一彈 不過如果對比起再之前一個交易日 其實都未能夠修復前一個交易日的失利 暫時是收緊六十三個四毫二的紐約其油 都是在最近叫做弱勢附近的位置 只是一個輕微反彈 看看布蘭德其油 這個就彈得好些 彈穿了前一個交易日的陰燭頂 但是也是在過去 可以說這兩個星期左右的一個票陣檔區間 就未曾有明顯的突破 而且隔夜反彈的時候 成交相對來看 見到灰色這條巴是較為小一些 除了外衛要留意 不過外衛都已經不是重點了 因為今天大家要留意著 習大大講話 是重點 今天就會在博奧的開幕式當中 發表一個主旨演講 早前外交部都看過大家 今次中國會在博奧論壇期間 宣布改革開放的新措施 看看改革開放四十週年 這個這麼關鍵的年份當中 再加上習大大要把自己的名字寫下去 會不會有些特破的政策 雖然未有這個突破的演講 但昨天臨收市的時候 又始傳人民幣會以貶值來迎對貿易戰 沒錯 又是三點晚上收市 港股又有一陣波幅 究竟人民幣貶值對港股來說是好還是差呢 人民幣貶值對整體的氣氛 我覺得一定是差的 無論是內地方面消費能力 也即時打擊零售的行業 以及整體包括保險公司和銀行方面 人民幣資產也有貶值的可能性 這些為之重磅動到指數的板塊 當然唯一利好的一定是出口和船運相關的股份 當然這方面要留意 但不利於整體大市和指數 留意一下 昨天在內地收了市前公布 內地會不會今早一開始 反映人民幣貶值情況呢 之後再被習大大的講話影響呢 等一會上正開始 再和大家說這一方面 除了這一方面 就叫做大圍一點的事情 說一些小一點的 例如大灣區 其實昨天也有傳過 廣東省省長說大灣區規劃很快出台 其實整天都這樣說 但是澳門有個財政司長說到 澳門和廣東已經簽署了兩萬億的大灣區合作發展基金 而香港這一方面 就有個中總會長 就是一個政協來的 就說到說 本身有個大灣區論壇 就有今個月舉行的 不過現在都落實了在5月21日舉行 在這個舉行的大灣區論壇當中 是會一起解讀規劃大綱 即是預計5月21日之前 就一定會出台 是的,過往大灣區 其實說這個比起鴻安更加再闊 鴻安說來說去都是三兩個城市 但是大灣其實起碼都九加二個城市 相對覆蓋面可以這樣說 你說得出的都有 尤其是南華東地區 即是香港附近 這些地區 就以銳建教育都可以是大灣的 附近的一些叫做深圳 廣東沿岸的一些內訪 又可以是大灣 影響相當廣泛 但是那個略嫌廣泛到似吹水多些 因為像你剛才所說 所有這些大灣的政策 一些方案出台 其實就說了很久 針對性究竟對於市的提振 對於特別版法 即過股的提振是多少呢 那這裡呢 我想大家還是要小心緊 政策出台先 是啊 而且這方面可能是少少的利好 但是回頭 又要留意外圍方面 中美方面的利淡抗衡 看看哪一樣大一點 是啊 所以未必一定說真的買定 在這裡坐定粒等收錢 嗯 你說到外圍的影響 其實都可以留意 昨日得水方面都很懸殊 就是在上海那邊 流出差不多10億左右的資金 所以在深圳那邊 又是流入大概10億左右 所以鄧翻雲 只不過是剛剛好 流入了900萬這麼多 會不會都有什麼啟示呢 啟示就是真的 投資者的意見分歧 有人入市有人出市 深圳方面 我想真的吸引資金 包括軟件股 軟件股是強勢的 所以我相信資金南下 包括軟件股是一個標的 教育股份 839宗教那些 立入了深港通南下之後 應該都會幫忙吸引資金 其餘的指數重磅 你都見到沒有什麼表現 那就是比上海方面 沽回它 沽回頭 所以得出最後一個結論 還是要看板塊做人 昨天看到資金買得多的 還有騰訊和吉利 反而是公行平保這些 昨天吉利也挺勵志 升到百分之五 不過今天一開的時候 又跌回百分之一 所以都是看看 會不會是一日課仔為主 沒錯 現在不如我們去一去廣告 看看一會兒廣告回來 我們準時和大家開市 歡迎收看 回到節目時間 看到剛才經加市段 低開24點 對,還在跌 現在已經升到13點、20點 不過可以留意 突然間低水了十幾二十點 這個期指 昨天、全日期指 都保持高水 整二十幾三十點 沒錯 暫時來看 低水幅度不算太多 不過都令人要小心留神一些 因為始終現貨升幅又不是大 又那些 低水浮浮沉沉 現在似乎走勢 還未曾有明顯的明朗跡象 要關注著就是 內地上證指數方面 現在正在升8點的3146 轉頭方面 習大大出來說話 究竟會升多了 還是會好像昨天一樣 又升轉跌呢 可以留意先 大家不要輕舉妄動 不過再看看 成家壓榜當中 有一隻可以比美昨日餓女 這就是一隻三八一三 這隻很老實實 雖然我從來不會釣別人買 因為我其實不明白他做什麼 但是 私有化失效 難怪之前炒私有化 現在就炒掉了一輪 你看股價圖方面 炒私有化 那天炒得很開心 就想和他一起衝進來 平了兩個多月 有兩元現在跌了三成六 來到一個二毫八的位置 即是說 你一月開始炒上去 你不知什麼事 然後亂進去那些 真的隨時都虧了 其實很老實 如果升到橫了的話 跟手才追 其實為甚麼呢 說真的 因為私有化出了價之後 除非意外 總有意外 過往未試過私有化的公司 再獲提價 但是如果這樣 但現在法主不給他 我知道 就是說 好了 一月份炒上來 吃到裂口 這堆恭喜 如果中間這段 衝進去 不知道拼什麼 那堆 今天只有輸 贏就沒有他 反 輸就有他 雖然呢 亦都很偶然 才會出來說 被法院調成否決 但是呢 都認真不抵 那可以另外看 就是551 551就是預言集團 551就說到 因為保性私有化 被人否決了 所以他都不會派特別股息 不派特別股息都要跌 跌一乘一 雖然說 我沒有你跌三成那麼嚴重 因為我不是被人私有化學間 但是 大家都是衝進去博息 現在博不到 等於 衝頂落空 說真的 預言本身出口 做過代工like 那些運動鞋那些 那現在 本身本業方面 未得到太大憧憬 純粹憧憬收息 這個是危危苦 現在再無法收息的話 都是要跌 變成兩者得出 我想一個結論 都是不要罵 就是一個叫做 短期憧憬因素 暫時沒有了 即是兩者都不要罵 兩者都不要罵 兩者都不要罵 沒錯 真的進去都被人罵 對 小心點 這兩者是特別的 不是我們平時說 成家阿伯當中的 我們看一看 我們 咦 剛才說到鵝� 令到鋁鋸鋸 就上升 見到2600順帶 都可以升到4% 這樣都有 有些這樣的間接事 我都沒有想過 這樣來炒食 但2600平時不是好款 當你看圖表 不過這樣說 不過 現在彈上去 有機會 不要小看 有機會試試12月的位置 12月的低位 4.76元 現在剛剛就4.76元 開始 現在就4.76元 開始 開始 已經預算了 看看可不可以 充得穿 這個位置區間 如果充得穿的話 尤其是有貨 坐艇的朋友 看看有沒有機會 再上一步 看5.4元 所以 留意 4.76元 跟手 就跳上去 5.4元 這樣的目標價 未買的人 是不是應該 用這些消息 來炒作 我又覺得 不要這樣炒 因為 你知道特朗普 為人多神化 今天就說制裁你 我明天又不知道 會不會現在 他的律師被人搞 突然間跟俄羅斯朋友 這些你都是搏不過 是啊 暫時來看 我覺得 因為這些消息 間接受惠的情況 加上 暫時不穩 未必搏得過 本身亦都這樣說 2600 中國內業 刺激弱勢 股多至強勢 尤其是曾幾何時 我們經常將它和3993落伏 去比較 3993一直飄上去 雖然都隨著大事 震盪 但是 這隻股份 2600 中國內業 似乎 都是向下沉的走勢 比較多 給大家看 今天今天 還要跌到百分之百 不要以為我的音族已經是完結 沒有事發生 是再來多一支音 昨天跌三成 四成 五成 那些人就在這裏說 罵不罵 罵不罵 罵不罵底 我一句說完 罵你的頭 真的罵你的頭 一句 為何會先跌 如果無緣無故跌 我是害怕的 從來都是 無緣無故跌的東西 估不到 你無法quantify 你無法用常理去分析 要跌多少 有沒有跌過 有原理去跌 譬如說 給大家聽 可能失了張單 或者怎樣怎樣 其實將來 你不休去 沒有生意做 短期陣痛 但是現在人家說 如果被制裁的話 是有機會 有違約的風險 違約 即是 首先 沒有錢就借不到錢 跟著 所有信貸斷鏈 簡單說 就不可能做到生意 如果你這樣 都冒著風險 以為跌五成 但回到十比 都很和味 對不起 今天現在就跌近十了 即是說 這麼大支陰燭 有排你吃 陰燭之後 還有個裂口 還有如果你再推前一些 今天 應該這樣說 昨天這支陰燭已經 錄到 2015 2016年 2016年 那個低位 即是當我 在這裏 抹過現在的價錢 給大家看的時候 會動的 你會抹達兩元 當我推翻之前 你看這些什麼價錢 這些 是啊 是啊 這些 這些 我說16年 兩元 16年 這裏16年 6月 就兩元 那不要用這些 來搞 就是 大把破頂的 你不敢追 你竟然追 一些就來破產 那 沒有可能 完全違背 就算你怕市跌 不敢高追強 你都不要用這些弱 來搞 那今天又有些異動 已經一開始就掃到 就是出了消息的1478 今天出了一些數據 3月攝像頭無組產品銷售數量升了五成 見到1478 現時都在升9% 10個2號 不過真的很低殘的價位之中 就算讓你升一成 升一成都已經風光不在了 是的 都很難去修復整個室地化 你怎樣跟以前那時升到23個 不知一毫多去比 當時其實幾瘋 現在其實已經是完全兩回事 所以我自己這樣看 似乎都是弱勢 這一下你意外反彈 9% 馬後炮捉到你當然過癮 但是幾可捉到 它過往這樣滾下來 穿了底 你真的四了九次 都未曾見到今天9% 尤其是如果說十幾二十元 一路等下來 這9% 我想那些人碰到一下 就是想笑都難 所以也沒有貨的朋友 不要打算因此轉圍 走去鬧底 我想也不是時候 有貨的朋友 可以見到他終於肯彈 那是不是應該都要先走 我只可以這樣說 等到二架都未走 是啊 又是不知道等什麼 抵鬧 現在彈上去 那一句我只可以說 十一個二附近 我也不知道會不會 被這些人有個 弱勢 覺得十一個二 現在不是有九號 但是都是那句 重倉參考價值十一個二 很重 我不管你彈的人 會不會等多九號 但是買的人 我覺得十元多錢 博九號 只是普通 始終基本因素方面 不就 好 開始回答大家的問題 不過也要說說市方面 剛才就政府之間 跌多一點 對 上證升幅都收窄了 只剩三點而已 令恒新市場跌近五十幾點 好 第一位問題 問到六零六八幾錢 可以買入 六零六八不需要買入 因為我賣花都不賺花香 因為 為甚麼 還未強 十天二十天線 五十天線 在上面 我很客觀 就是受壓 但是它又不需要曬 來到五個半邊 五個四這些位置 它又跌不下 昨天就宗教起動了 那你等不等呢 我覺得 雖然昨天這隻教育股升 但是它逆市跌 起碼證明這個板塊 開始有些吸水了 那你就要先拿著 那目前我覺得 目前這些價格有貨 拿貨 沒有貨的話 要升穿五個八 五個八就是三條線都清 這樣才可以這樣說 那你等下的壓力會較為少一點 你說到宗教真的今天繼續升 昨天就升了一成 今天再升多百分之四 咦又好像快要破頂了 那通常如果你是它的話 你會怎樣做這些股份 又是分兩住 如果昨天就看你有沒有追入了 如果沒有的話 就等到破頂之後才再追 是啊 我覺得破頂應該就不難的 因為如果看回早前 它真的看好半身股 是啊 十二月到現在 最高三月二十二號 十個六毫八 現在差三毫 因為十個三毫八 偷步不是不行的 但是首先看著十個六毫八 多就不看著了 到時看看可不可以誠勢破頂 另外一位朋友問到你 就是一九七零 是 一九七零昨天就回一回 今天 昨天真的被毀大家入 是啊 今天再升了 現在還問有什麼位可以入 今天再升多百分之一 到二十八個三 你問我其實現在這些位 是求鬼奇閉上眼 為什麼呢 因為我都不是看一毫半毫 即是當你看到一個半年圖 是這樣橫行 中間還多個凹位 那本身就叫橫行突破 現在多個凹位叫杯柄突破 變成很明顯就是突破 現在這種突破 當你再拉長一點點 我假設用week來計算 week來計算 其實人家早前 例如在三十五元左右 一直滾下來橫行 半年現在突然間凸起 那一毫半指 怎麼都要入 我只是覺得 我看到的就是 其實我好像昨天都已經說回同一番話 就是少少基本面 輔助一下大家思考 那就是和廣州的今日集團 簽訂了協議 新增三十家imax 戲院 兩年內六十家 即是新訂單、新生意 同時間這些其實都好看內地票房 最近內地其實都是 即是電影業蓬勃了些 你見間不止有些電影股份 其實都炒起的 那我認為 其實IMAX中國的業務 都應該是有機會turn around 橫行突破 不用省一毫半指的了 即是今日是隨時 再補多一句 其實它是突破什麼而想的呢 我就拿回譬如 10月12日收市位2565 即是說 越近2565 沒錯 越近2565 越安全 後市不跌穿2565 也不用問我指洩 就算明天Touchwood跌一元 你也不用問我 因為它仍然是突破 那麼向上果力呢 第一大就是32元 昨天看到最低位26.5元 都有瘋狂支持 對它上來 沒錯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剛才最近的2565 或者你看看有沒有機會去到昨天最低位 26.5元 都是差1-2元 其實是自己想想 自己想想 究竟是等不等 那麼我覺得 如果再怕它們就分駐 對 分駐最好 又是那些 即是現在一駐 後來又一駐 那些 好啦 大家就留意一下這一隻 1970 好 還有跟大家講解指數表現 剛才又跌50多點 現在升回2點 放尋慘 不過期指終於變回綠色 變回高水 留意著上正 因為又變了升11點 來來去去吧 我幾十點 看著集大大說話 好 我們11點最後和大家見面 再見